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拖着我的大行李箱出发了 感谢民宿的老板让我在这里待了大半天 本来是上午10点钟就要退房的 他让我待到我车子出发的时间 在我身后就是卢可索的火车站 我觉得这是整个卢可索老城区我所逛的 修的最好的建筑 前方150米左右就是高巴士的巴士站 那这个公共交通枢纽呢 距离足够够的神庙 也就是楼河的轮渡那里 只有600米左右的距离 因为我也说过 住在东岸的话 交通会非常方便 哎 这600米的距离 拖着我快去拖了 然后你看这些马车在尼罗河河岸 尼罗河河岸 把这个交通出流之间来回穿梭 跳多最潜意可以讲到十磅 就可以把你拉到河岸 但我没有做 我还是自己拖过来了 因为我的现金确实不够用 刚刚去吃了一些炸鸡 还是要现金 不接受刷卡 所以大家记得到埃及 一定要带足美元 九点钟的夜车 十个小时以后到开罗 我已经成了GoBus的常客了 在埃及最方便的 到达各个城市的旧式大巴 有很多种大巴 但是GoBus它的车辆 情况是最好的 而且购买是最便捷的 可以在网上直接用信用卡购买 也可以现场购买 但是如果你在现场购买 24小时以内的车票 你就必须解雇信 他们很少能够刷卡 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出国 就是用的那个亚航 它有个slogan叫 Everyone can fly 这是表明了它的一个态度 它会提供最顾美价廉的方式 让所有的人都能通过空中航线 到达各个国家 GoBus它的slogan是 The only way to travel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埃及现在的一个交通网络情况 真的很落后 在网上订的票之前 直接给他看电子订单就可以了 今天他一定要让我去打印出来 还是一样的 车子上的人定不多 我相信今天又能够一人一排 又选了一个中间门的位置 这样子即使人很多 我的后面也是有距离的 就如果前面人说的话打算 你都会往左边走 不往后面走 后面又有一个安全距离 所以我一直都是选这个位置 等着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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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上8点 我又回到了开罗 开罗的早上 是一片轻薄的迷雾笼罩 我又到了距离与否的车站 两公里左右的另外一个 长途汽车站 我要去沙漠绿洲西瓦 买了去西瓦的票 230磅 刚刚在这个埃及开罗长途汽车站附近的银行 用50欧元换了i棒 只比网上最新的汇率少了5i左右 也就少了一块钱左右 上次说到ATM没法取钱 所有营业的ATM我就试过了 除了公里中所说的万豪酒店 那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欧元或者美元 到时候在各个银行换就可以了 很方便 找民宿老板换要看机缘的 我现在发现 我在卢科索那个民宿老板 给我的汇率太厉害了 他每一单都赚我20块钱人民币 30块钱人民币左右 但是在打哈勃 我的酒店老板给我的汇率 就跟网上的汇率是一模一样的 反正他既然每一单 是我这么多钱 我也少个麻烦吧 因为卢科索的交通 也不是那么方便 个人感觉 开罗的这个长途汽车站 还算是干净整洁的 但为什么那么萧条 完全没有GoBus的人气那么旺 能因为GoBus的点比较多 而且便捷购买吧 刚刚到的一楼是买票的地方 再顺着后面的电梯下来 地下一层就是后车室 他们的电梯竟然没开 手持行李又从长梯子下来 而且我刚刚发现我的行李箱 这个轮子 已经坏掉了 四个轮子 有个轮子已经飞我 磨得只剩一半了 怪不得我拖着很飞行 要换一个行李箱了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 我要在这里待一天 待到晚上十二个小时 随点东西看会书吧 其实从开楼这个长途巴士站 我们可以看到 埃及政府还是想把整个国家 往现代化的进程当中 和整齐规划有序的方向推进 但是你看 完全没有路边的小巴站 或者说各种迷你巴士的散乱站台 甚至勾巴士的人气来得大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牌 设置的地下一楼是整候室 和车辆停靠的地方 一楼就是购买跳舞的地方 再二楼就是各个餐厅 购物街 还有休闲娱乐的地方 但是现在都已经荒废了 不仅开的店面非常非常少 几乎没有 只有像那边一样的 小小的杂货铺开着 还有一个书店 四个售票窗口 其他所有的门面 都是无人经营 我估计它这个电梯 也是因为抑郁成分的原因 所以也关掉了 更不用说那边的几打电梯了 也是不能用的 所以整个国家推进 不是单单靠你修建一个建筑物 就可以的 它要做当地人的一个意识的一个推进 对其他的混乱的路边的交通巴士的管制 才可以达到 我又是个夜车 看这个后车大厅都没什么人 因为我又是晚上十点钟的夜车 今天我就在这个后车大厅坐了一天 刚刚把这个OW开放式潜水的教材 没看完呢又全部再看了一遍 花了整整一个下午 为了要保持我行李的轻松性 所以我要把它扔掉 我要把这本书扔掉了 我的车终于来了 今天换了一个不是高巴士的 是West Middle Delta 在哪里呢 很幸福 哦 这里 好转哦 还是没有人开心 希望到了西尔以后我能好好休息一下 开了十分钟 他又在西尔顿这里停下来 原来他在这里是有个站点 那我干嘛还有好多分远啊 所以大家注意在埃及博物馆后面 解放广场这里 西尔顿下面就是很多交通大巴的交通枢纽 所以我们下个小时猜 我保持这个小时猜 我们下月的小时猜 是中国做小时猜 武商家 人